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欢迎大家收看《拆电》 今天我们由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 二零解策的KK 正在做广深的城市规划顾问 昨天我们就开了个头 就说了几个 我认为都是一些新的规划 原则或概念 因为KK就说香港是高密度的 高密度就是我们要走的路 哪怕当年被人抹黑 高密度不行的 你应该会转松一点 但回来不是 就是因为我们搞定高密度 现在我们很多方面的科技是领先别人的 排水科技 海绵城市已经算是走得很淺 是吧 也算了 但又要想一下下一步怎么走 他们昨天说了几件事 几件事 例如绿化大发展 交通 交通规划先行 对 对 那我们由哪个位置进去 由Anita密度说 好 其实在世界上也挺供应的 就是一个 如果计成绩发展来说 一个最环保的模式就是 就是你用少一点的地 以来做发展 留多些地 比较大自然 好 对吧 所以在成绩发展里面 折约发展的用地 这个就是最大的环保 当你折约最大的发展用地的时候 你又要容纳这么多人 就自然要密度高 所以Anita问我 对 高密度好像我们很聪明 但世上是否已经高到 是否太高呢 是吧 其实Anita的心里是想起这个 其实在成绩规划 这个行业 或者在经济地理 城市地理这个科目 从来都找不到一个方法 即是什么的密度才是合适的 因为这个密度是受很多东西所影响的 你交通做得好不好 你基建做得好不好 你够不够水 够不够供水 够不够供水 采光 采光很多很多问题 事实上是 我们其实在现在这个阶段 有某些老区 其实你问我 这个密度是太高的 是太高的 因为这些老区是如何 当它百多年前规划的时候 那些街道又不断闊 旁边的房子 它只预约我建三层 是吧 只预约四层 后来建筑技术高的那些 我都预约你七八层 其实如果大家是司机大哥们 就很明白了 有些停车场 你真的不明白 车位置为何可以窄得这么高 那时的车和现在的车 都大小不同 那时是车子 现在大家讲求车的舒适度 都不同了 就是细致到这些位置 其实差了几寸 就已经整个舒适度不一样了 那你在这些那里 就是当你那条路 你那条路很难改的 或者根本改不了 但是旁边的一楼 就已经不停逐间重建了 由三层 第一代重建 那时候已经建了七八层 那时 已经高了 没有比九层 就不用有车子 那九层就走上去 那之后也重建了 就建了重建大厦 就是几十层物质质的那些 在这些情况 我觉得是过分了 我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很多方法要做 比如重建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触动去看 而是整个区去看 例如现在的URA 用一个小区规划的方式 去重建 这些是一个方法 对 小区重建局 以往也未必是这样想 以往可能是 那里不行 收到那里先 搞一下发现也不行 真的要整块地做 如果我们再做好 我们反而能够提供 多一点的公共空间 但是仍然在一个位置 再继续折下去也不行 所以我们有些地方 也要把压力拉回 拉回转一点 所以也绝对不是 越密越好 也有限度 但是没有一个公导的方程式 你这样计算出来 很多时候 真的要看很多影响 例如说 例如说 有些人说 你高一点就可以了 但是高一点 那座楼就更窄一点 少一点就更高一点 不要胖一点 公共空间更多 通风也更好一点 但是我有另一个限制 市民 特别是维港两网 市民有一个很强烈的要求 就是你起高 但也希望在对岸 香港岛看得到獅子山 是 不要破坏山脊 你也能看得到太平山 不要起到密质质 有时这些又制约了很多 所以密度 其实我们应该是有限度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去到平頸 就是有某些区的密度 也太多了 我们如何处理这些 特别的旧区 好的 你提到交通的事情 其实看得很好 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如何呢 我们是有很好的地铁 但现在大家都觉得 地铁的发展也应该更快 现在也有点落后 但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居住的人口 和工作职位分布不平 大家知道 现在很多人要在新界北部居住 但是工作职位 仍然在花雷维多里 就是说两岸 你不是每天要候鸟 两个小时上班 两个小时下班 我经常说 如果是这样 你还可否叫一个移居城市 当你浪费那么多时间 上班下班下班 我们继续要建更多公共交通 建更多铁路是需要的 但其中一件事 我们一定要处理到 我们的即住不平衡这个问题 北部都匯区这个发展策略 正正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说要在北部都匯区这个地方 我们要大量创造这个职位 令到我们的即住不平衡的状态 起码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大的改善 这个很重要 我们有机会就能够讨论 你怎样创造这个职位 你一直在特区政府 香港都是市场经济为主 那些人在哪里开公司 那些职位就跟着他 你怎样 长期都有种 只会上班就向南下 上班就向北南下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 这个值得讨论 回到绿化带 都是密度问题 都是密度问题 我经常觉得 当我们有地方要保育的时候 我们就积极保育 即将保育的环境 尽量做好 所以你看到北部都匯区提供了 那些生态价值可以突变 KK Sir 这个位置真的要多说 因为太多误导资讯 过去大家所谓保育 其实我心里 去过世界各地合体 有听你说很多 什么是保育 摊在这里叫保育 是 摊在这里不理 什么叫保育 摊在这里不理 不是保育 我经常说 麻烦大家搞清楚 保育是真的要积极去 尽量它 去孕育它 去孕育它 我们 你说好 我们以往的保育方法 是比较被动的 是 交易公园有些管理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 但是其他很多 所谓保育地带 我们画了一条线 这个是保育 那条线本身不会做事 政府也要做事 所以我觉得 我们在2030加 有第三个策略的原则 就是创造容量 是 创造容量 其实是两样的 创造发展容量 不是创造环境容量 很多人说的就是说了前面 就是说了发展容量 地价 职位 这次我特别强调 我们要创造环境容量 如果我们能做到的 真的要讲解一下 这个可以做 其实这个可以做 譬如据例来说 我们知道很多棕地 是破坏了很多环境 其中一件事就是 要利用大规模的 即是我们要改造棕地 但是改造棕地 不是一粒一粒改 因为是一粒一粒 那我们就要用一个大规模的 一个新市镇法治的方式 大规模地去改造棕地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提供一个高容量的基建 这样才可以改造棕地 改造棕地之后 第一 棕地本来 它产生的环境滋饿 就没有了 而我们透过恰当的规划 其实那个创造出来的 生活环境是更好了 是 那这个不是可以 创造到环境容量 那就是一减一加 那就创造了环境容量 这个大家可能不要留意 过去的时候 棕地很骯髒 污染 当然它有些作业 有少少经济活动 在上面 譬如包括放货柜 放烂铜烂铁等 但是过去的处理手法 是有人违规我就罰 是 你就不是真的跟我洗牌玩过 现在KKsir说 不是啦 如果你要做好它 不是靠它做坏的时候罰 你做坏的时候 只不过是维持 是 不要那么坏 而且你做坏的罰 就是它破坏了才去 去罰它 对 对 你跟着做的方法 就应该不同 但当然 一说到棕地改造 就有很多人说 我现在租租很便宜 你要棕地改造 那即是 赶紧杀 赶紧杀 但其实原则就是 你的地价怎么会便宜 因为你制造了很多成本 我社会帮你接纳成本 对 其他人帮你抹 对 这些成本你自己抹回 就是这样 你应该要把社会公害的负担 放在你生产流程 如果你做不到 那你就不应该在这里做 对吧 因为这个土地的价值 对整个社会的利益 不是你的数据 而是要整个社会整体地看 好了 趁KKsir在这里 我有个问题 我想了很久 是 我也很想跟你讨论 或者想想 我经常听官员说 就是什么 保育与发展平衡 其实是否不对 如果用刚才我们那一节说的 根本是保育与发展并行 对 是 即是你发展的时间 你可以想起保育 甚至乎是把我发展的经济利益 拿了我的钱 来做保育 是否这样耐耐一点 如果用这个方法去想 不是平衡 保育与发展平衡 那时候在立法会谈 很负面 就是你做这么多 你好補回这些给我 不是的 你不要做这么多 大家是制约式的 但是你并行不是并行 就是太极式 是不是太极式 如果是这样说 就是这样说 保育与发展平衡 也不是错的 你结果也要平衡 是 你又不可以过分保育 又不可以过分发展 好 你的平衡也是对的 但是并行 也许是一个更加积极的看法 因为刚才那次我们在想并行的角度 但是具体我们的法律机制 或者经济的结构 是否用得我们这样做 其实是可以的 譬如我们在Bubble都区提出 就是要将一些鱼塘 濕地 即有生产价值的私人的濕地鱼塘 收了它 再加上旁边 其实也有很多政府地 可以将它 第一是扩大现在的 香港的濕地公园 另外我们还可以创造 三个濕地保育公园 总共在Bubble都区区 可以有一个很完整的 海岸和濕地鱼塘的保育大 2,000公斤 你的意思是 如果是这样的概念 做一个多三个 如果是这样的概念 还要与在一起 对 对 真的好像当年 做海斌长廊 对 因为海斌长廊有很多死位 对 死水位 坑渠位 如果做好就可以做得更漂亮 我们Bubble都区区 有一个类似海斌长廊的建议 如果大家想想 我们香港地理 我们没有圖 尖鼻嘴 一直落到白泥 也是在海边 白泥经常说 在香港看香港的日落 是最漂亮的 是 而沿岸也有很多熊树林 对 很多熊树林 也有些摊土 那地方在海边 画了海岸保护区 但如果你走到看 其实海岸保护区 已经受到很大的破坏 很多棕地作业等等 很多人都对着 就是那条线会工作 人会工作 对 我们建议 我们从尖鼻嘴到白泥 这个圆浪地带 我们可以发展一个发展带 可以做住宅的用途 但同时我们也将海岸保护区 我们全部收到 一方面在海岸内陆 我们可以发展住宅 海岸那边 我们发展一个海岸保护公园 保护所有原海洪树林 我还可以由尖鼻嘴到白泥 因为我们可以发展一个 12.5公里的公园 有缓跑径、有单车径 当然那条路 现在深湾道很窄 深湾道因为要发展 我要做好它 交通要做好它 甚至可以用一个轻轨的系统 由尖鼻嘴到轮 环保运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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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白泥上 这件事还有什么 第一 第一 我们要保护那个地方 要是有发展去保护的地方 第二 我这个洪水桥的新发展 将来多了很多人在这里居住 是的 那些人要找地方去 那些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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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现在的状况就死定了 那条路这么窄 你开车去 肯定定不住 真的只有塞车 你又说下午12点开始去 就塞到下去 我都日落了 也看不到 这样的时候 这些东西你便要改 我说你不用开车下去 跑步下去 踩单车下去 踩个轻轨下去 也可以 那你要为将来会增加的 居住的人口 及早准备定户外 是 很优美的户外 很生态的环境 如果太 那这个不是要做 这个可以说是 保育要平衡发展 亦都可以说 发展和保育要平衡 是的 因为如果我们停留在一种 很民粹的政治 这些发展计划 一定会被过去一些 比较激烈的议员柴台 你为什么建这么漂亮的楼 现在你公屋又不建 当然这个比较 不可以直接比较 现在没有说不起公屋 我经常都没有说不起公屋 而且你有一个所谓 成本高 但回报亦高的项目 你收回来的资金 都会放进去做保育 你只需要多些资源做 对吧 我觉得那个并行的概念 是这样去想的 以前我们去说 发展和保育好像是割裂的 发展是损失 保育是赚的 所以两件事要拉回云 但刚刚听完KK Sir的分享 我们会发现 不是的 我们其实可以用发展 去带动保育的体验 对 但我想衍生问一问 其实我们现在都说要并行的时候 对于政府来说 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规则 或者有没有一些原则 我们要跟从 令到我们以后的发展 都可以做到这个精神 我想这是一个政策上的突破 又是一个思维上的突破 我自己觉得 我们在北浦都会区发展策略 提出了这个做法 我自己觉得是透过实践 我们可以将这些东西一路优化 对 我绝对可以 我想做出来 看到原来比起过去的方法好 就会明白 是 最惨规划的是 计算的时候 大部分的资料都说 要不让你看没人用 要不让你看没需要 其实可能只不过你没见过 是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情况 Anita 我想在做城市规划的时候 面对一个很大的难题 就是 其实你很难衡量到 它之后的核心 因为一来就需时很长 就算它真的落成了之后 其实你也不是即时见效 对 你没有一个很客观的标准 在衡量 到底我的规划做得对不对 一至十分有多对 这个在做城市规划的时候 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就是因为意见 坊间一定是不断攻击 就是不断质疑 你又要站硬 或者你要信什么的数字 或者客观的标准去做 Anita 你这个观察真的很好 真的很倒肉 是 你说这件事 令我想起 我经常和同事交流的一件事 是 城市规划 或者城市规划C 是要面对一个永恒的恶梦 这个恶梦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提到一个规划方案 是 一个规划发展方案 受到这个规划发展方案 影响的人 它是在你旁边的 即是什么都会影响到那些人 你不要弄我吧 袁师傅 是 一定会反对 是 或者也会惹怒疑 例如Anita 有很多疑惑 你会搞什么 是否有什么勾结 有很多疑惑 这些一定会反对 是 一定会反对 但是将来可能 因为这个规划方案 他能实施得到 而得益的人 是 他今天不在 他未出现 他未出世 是 未出世 可能会出世 但他不知道 他不会支持 他不会支持 你不会有人支持你 是 所以你看到 每一个方案提出来的时候 往往都是 反对的声音 比支持的声音大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怎么做 是否反对我们就不做 我们这个问题很难 很多时候 我想KK Sir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 我有个问题 解决 其实刚刚说 发展红树林保育 其实深圳十几年前 在深南大道的时候 即福田那一头 已经做了保育红树林的过程 民居旁边已经有红树林保育了 换言之 我们香港未来想实施的方案 十年二十年之后 深圳十年前做了 即是我们商隔了二三十年 才做到深圳同一件事 其实我相信大湾区 有很多类似的案例 或者城市规划的案例 可以让香港人参考 所以我们虽然想这种例子 你意思不难是因为 人家做了先 我们这样给别人看 就行了 有先行检验 就是我们不能幻想出来 这个说法也对 这个说法也对 但譬如举例 即是我们现在不够屋住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古洞北新发展区 我们说要发展的地方 结果公布了这个出来之后 我们收到五万多个反对意见 支持意见很少 百分之一 报纸都说 98点多的人都反对 即是意见也反对 很少人贊成 那为什么城规会 都不听这些认识 继续通过分居教育大公图 令古洞北新发展区 可以继续发展呢 是 你听起来是否好像城规会 很不适合 是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 像KK Sir所说的 一个结构性的矛盾 就是受影响的人在近 获益的人在远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为什么需要再宏观一点 完善了选举制度之后 希望好一点 不是那么民粹的 不是追求每几年就有选举 希望可以由这个角度 让那个较为理性的讨论 去带进去 不过传媒都有责任 如果我们多一些这样的年轻人 跟我们谈谈谈 其实大家也会容易明白 所以不要让他们停了 明天继续说 我们再说一些 规划的大原则 如何影响香港发展